上個月28號一早 駕駛開著白色轎車 進入殯儀館 停在裡頭就去工作 沒想到隔了兩天來牽車 竟然發現車門板經凹陷 出現不明彈孔 下班的時候人不舒服 所以我就請我男朋友 先載我回去 車子就停在殯儀館 停到30號的早上 然後就是牽車回家的時候 發現車上有像彈孔 感覺有點警告意味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 跟人家結怨 被害人還在地上 見到疑似鎮爆槍的子彈碎片 趕快報警 也懷疑是否跟19號的鬥殴 衝突有關聯 因為當時34歲的李姓男子 跟張姓男子 因為工作上的嫌棄 雙方在殯儀館前嗆輸贏 還拿出一把鎮爆槍 朝對方開槍 最後雙雙都掛彩就醫 事隔10天之後 車門被開槍的女車主 就是李姓男子的女友 3月34號以前 就看到車子 駕駛坐吧 這時候都沒有辦法 那人殺死人 那人殺死人 究竟是隨機開槍 還是另一方報復尋仇 警方表示 目前還在釐清當中 只是花蓮市區的殯儀館 一連兩起槍擊案 相加進出的公共場所 成了開槍頻繁的治安死角 民眾怎能安心 新新聞猜隊 趙靖靖 呂傳明 花蓮報導 立刻下載 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